程耀金一见扇凶信哪,可吓坏了,他以为是扇凶信的鬼魂出现了呢,所以跟扇凶信是巧言未知。 哎,老六啊,这事怨我,不管怎么说吧,你别往前走,阴气太重,别再走了,扇凶信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扇凶信一听程耀金说这话怎么着,你把我当成死鬼了,扇凶信往前紧走几步,你不让我走,我偏走。 走到近前一把手就把扇凶信的手脖子给抓住了,这一抓住扇凶信的手脖子,扇凶信妈呀一声,扇凶信这一叫唤,很多将官帐帽大帐里边走呢,大家伙都逐步留神一脚,哎,怎么的了,扇凶信说你们看见他没有,大伙都说看见了,怎么没看见,扇凶信一听说大伙看见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为什么? 扇凶信心想,巨人讲啊,这人要死了变成鬼魂,他找谁来谁看得见,旁边人看不着,看来大伙都看见了,这说明这扇凶信没死啊,啊? 扇凶信说老六,你跟四哥说句实话,你还活着吗?扇凶信是我什么时候死了,啊?是这么回事?那,那你抓着我干什么? 扇凶信我抓着你干什么?咱们得上大仗里边见袁帅去,昨晚上咱们两个可都是一块无令出兵,袁帅肯定要追问,要怪罪,您可是紧着给我打气,紧着给我点火,您让我去的,到时候您得给我做个证,承小金说,那行那行那行,走走走走走, 两个人一块就进了大仗了,进到大仗里边之后,众位将官都在两旁边站立,秦穷秦叔宝在正面端坐望下一瞧,呀? 他一眼看见扇凶信了,秦穷起初也是一惊,秦穷心想,这扇凶信不还活着吗? 那么我看见那高杆上挂的那个人头,那又是谁呢? 秦穷可没像承小金似的,吓得一惊一乍的,秦穷心想,这其中定有缘由,扇雄信跟承小金两个人来到大唐之下,哭通往里跪, 哎,袁帅,给您见礼,秦叔宝往下瞧瞧扇雄信以后看了看承小金, 扇雄信,在,承先锋,你们两个一同到此,干什么来了? 扇雄信说袁帅,我们向您请罪来了,秦穷说你们两个还知道犯罪呀,啊? 扇通,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 无令出兵,你可知道该当何罪? 扇雄信说袁帅,是啊,我无令出兵,这事出有因的, 他是因为昨天晚上老兄弟罗程倒在我们大营之内, 在九夕宴前跟袁帅诉说同棋镇如何难打, 我看得出来啊,袁帅当时非常的犯愁啊,觉得同棋镇不振无日, 我们呢,是为了给袁帅解忧, 在大仗之中九宴之后,又同到了承先锋的营里, 到在那儿呢,我们和程贤锋一起,再加上齐国远, 我们三个人呢,又吃了一顿,又喝了一顿, 在那里就议论起这同棋镇来了, 我们想,如果就指着罗绍千岁, 到在镇中去探听消息, 最后带出信来,我们再出兵, 这是不是时间会更长啊, 我们二十多万人马在此驻扎下, 每日耗费粮草, 觉得对我们瓦岗山金庸城大为不利, 所以我们弟兄几人, 也是借着酒醉之后, 一时激动, 我们决定要到同棋镇里边探看一下虚实, 因此, 我就闯入了镇中, 我倒在同棋镇内万万没有想到, 碰到了一个当年我的老乡, 是在山西路州天堂县开饭店的黑如龙, 他现在是一方镇主, 一方的首相, 我被他们捉获了, 最后黑如龙念在当年我对他有一份恩情, 把我放出来了, 就这样, 我回到营中, 过门夜凶起, 天明到此阴谋,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出去的经过, 秦兄者我问你, 善雄信, 你们三个人是都出去了, 还是就是你一个人出去的, 善雄信说, 我们三个人都出去了, 包括程仙方, 程仙方说呀, 我走中路, 他们两个呢, 走左右两路, 他们两个走的情况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自己进了中路, 秦兄说, 我再问你, 现在敌军园门外, 约有百步的距离, 立了一个高杆, 那上面挂着一颗人头, 龙的底下写的是, 瓦岗五虎上将善雄信之首计, 这是怎么回事, 善雄信一听, 啊, 这件事情, 元帅, 我跟你一说, 您就明白了, 因为在黑如龙的大营之中, 他正准备要放我的时候, 也是我正准备要走的时候, 三江王杨毅臣, 突然传下一道命令, 要让黑如龙, 把秦祸的善雄信, 送到忠心大厂, 黑如龙, 感念当年我对他的救命之恩, 没这样做, 但是对杨毅臣, 又怕没有个交代, 他把他已经被剑射死的手下副将, 叫邱平, 此人长得容貌跟我相似, 把他的手绩砍起来, 让他的亲信送到杨毅臣那儿去了, 可能是杨毅臣, 错把他的手绩当作我的手绩, 高竿悬挂, 想着威慑我军的军心, 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 秦瓊一听整个情况就明白了, 秦瓊瞧瞧瞧, 称耀金, 秦瓊心想, 秦瓊心说的这话不像你说的, 你跟我说, 是秦瓊心要去, 你百般阻拦, 左劝右劝, 秦瓊心不听, 一把没拉住, 他自个儿跑了, 照秦瓊心这一说的, 你们仨都出去了, 秦瓊看着秦瓊心, 秦瓊心, 秦瓊心, 呃, 元帅, 在, 本帅问您, 善雄心说的这话, 是真的吗, 呃, 呃, 他呀, 他说这个话呢, 反正是怎么说呢, 反正是上下差不多少, 左右也差不来零, 应该说是那么回事吧, 秦瓊心说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上下差不多少, 左右差不来零, 呃, 我就问你, 他说的那话是不是真的, 他说这话, 呃, 呃, 对, 呃, 呃, 是那么回事, 秦瓊说他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啊, 我怎么说的, 秦瓊心想, 自个儿撒的谎一转眼就忘了, 秦瓊说你不是说的, 他要出去, 夜闯敌阵, 你左拉右扯拦不住他, 他自个儿跑的吗, 这是不是你说的, 呃, 哎, 我记得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你们两个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程小金说, 他那要是真的, 我就是假的, 我那要是真的, 他那就是假的, 秦瓊心说都废话, 我现在问你, 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程小金说, 照现在看起来十有八九, 他那是真的, 秦瓊心说那你就是假的了, 我这个, 跟袁帅那就算是假的吧, 跟您说呀, 呃, 我没想到他没死, 原来我以为呢, 他的人头挂在高官上, 六弟这一死呢, 也算是为国捐躯, 我一和解元帅肯定要责怪于我, 我要按实话说呢, 把我也得推出去斩咯, 嗯, 与其那样呢, 倒不如我把这些事呢, 都推到死去的六弟身上, 这叫死人口里没招对, 我没想到我没推上去, 他又活了, 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好, 程小金, 你和善雄心两个人, 胆大包天, 竟敢置军法于不够, 夜晚无令出征, 夜叹敌营, 这是你们都生存回来了, 倘若是死在敌阵之中, 泄露我军的机密, 那又该当怎么说的, 他不是回来了吗, 跟您说元帅, 我呢, 我没坚强, 这个六弟进去了, 我往旁边去了, 我往一个阵门往里一看吧, 那个阵门里边夜晚操练, 到另一个阵门一看吧, 阵门紧闭, 里边巡视甚远, 所以两边我都没进去, 就这么我转了一圈我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我一看高杆上挂着善雄心的人头, 吓得我就回营里边来睡觉来了, 我是这么回事, 其实我没进敌营, 齐国远呢, 齐国远, 齐国远他跟我, 我们是两路啊, 战胸信走中路, 他走左路, 我走右路, 这齐国远没在营里头吗, 秦兄弟来着呢, 上齐国远的秦帐里边看看, 是不是在那睡觉呢, 有人马上到齐国远的秦帐里边, 看了一圈回来了, 秦帐元帅, 没看到齐将军, 不知道齐将军哪去了, 嗯? 这秦兄马上就把把营门的门军找来, 问门军, 看见齐国远没有, 昨天晚上值夜的门军说, 看见齐将军出去了, 但是今天早晨, 接班的这门军就说, 没看见齐将军回来, 秦兄一听, 这还了得了, 你们喝完了酒之后, 竟然不管军中十七条禁律五十四难, 擅自出兵, 好吧, 你们三个人这个事, 当着齐国远回来, 一同问罪, 你们两个暂去当头, 程耀金说, 好您, 得, 程耀金说这回行了, 老七, 你这回要走的话, 最好远点走, 最好老别回来, 你老不回来, 我们俩这罪也还没法定, 三个人等着一块惩罚, 程耀金跟单雄信两个人, 就在大营里边等着这齐国远, 这齐国远哪去了, 咱说这齐子爷, 昨晚上兵分三路之后, 他奔左路去了, 骑着马拿着锤, 到了一个镇门这儿, 往里探看一下, 一看人家守得非常的严谨, 想着愣往里边冲, 不行, 想要抓一个敌军的守将, 也很困难, 尤其齐国远自个儿心里头明白, 他这对锤是假的, 拿板对着糊起来的, 也不能说他这个锤头是假的, 都是假的了, 他这锤杆可是真的, 锤杆呢, 是生铁的, 齐国远每次作战, 有的时候这锤头要是破了, 锤头就不要了, 这一对锤杆, 就能当作冰贴剪来使用, 说齐国远, 昨晚上也是走了两个镇门, 一看进不去, 怎么办, 尤其是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齐国远这个酒呢, 也就醒过点来了, 齐国远心想, 干脆吧, 我呀, 回去吧, 看看善老六怎么样, 齐国远这马一拨头就回来了, 走到自个儿的营门外, 就看见那高杆上挑着的人头了, 齐国远一看见人头, 下边有字, 是善雄信的手记, 齐国远当时头发根子就炸起来了, 我的妈呀, 齐国远心想, 善雄信让人家逮住了, 脑袋砍起来了, 挂到高棺上了, 哎哟, 这事可大发了, 齐国远想, 善雄信这一死, 那晴二哥能饶得了我吗, 晴二哥肯定要追查我的罪责呀, 是我跟程耀金我们三个人, 蹿跚着善雄信出来点, 夜晚探战, 齐国远想, 哦, 秦二哥那跟善雄信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 那么秦二哥跟程耀金呢, 人家是发小的弟兄, 再就说了, 程耀金曾经做过大德天子, 混是魔王, 那也是一任皇帝即使犯了错, 秦二哥也不能说就把他杀了, 把他斩了, 唯独我齐国远哪, 我跟人家两位要跟秦二哥比较起来, 关系都没有人家近, 别看都是磕头的把兄弟, 这里边有书有劲有厚有薄, 我齐国远不敌人家, 我先别回去, 我现在一回游, 元帅正顶着一脑门子火, 一看善雄信死了, 你齐国远活着回来了, 追出去砍喽, 得, 一块儿搏起, 我跟善雄信一样了, 干脆吧, 我走吧, 上哪去呢, 齐国远先想我回瓦岗山, 回瓦岗山去找西卫王李密, 跟李密们的情况详细地讲一讲, 哎, 跟他说几句好话, 请李密为我从中握旋, 日子一长了, 秦元帅这气儿也过去了, 那么我在回营中, 哪怕是跪倒磕头请罪, 只要是不问死罪, 那我就算减着, 就这么着, 想到这里, 齐国远骑了这马, 他没回营, 他没回营, 奔着瓦岗山方向走, 他自个儿也不知道哪条路, 奔瓦岗山走啊, 新马游江往前行走, 这马的速度也不快, 为什么不快, 他也不想让他快, 走快了, 他上哪儿啊, 天亮了, 天大亮以后, 齐国远一看, 这里有山有树, 前面是一条道, 这条路看来不是正经的官道, 是农民的拉柴火用车呀, 进山的道, 齐国远的就骑着马顺着山路往前走, 走着走着一看有条大道, 齐国远一拨码头, 就顺着这大道上, 晃晃当当, 这匹马小蛮蹄, 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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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也不知走出了有多远, 天到上午了, 这齐国远呢, 肚子饿了,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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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咜, 一叫唤, 这齐的爷爷有个最大特点, 肠胃功能特好, 消化功能好, 到饿的时候非饿不可, 一顿饭不吃就心里发光 齐国远心想 哎呀肚子饿了 得找个地方吃点嘛 抬头一瞧 前边闪出一个大庄子 齐国远骑着马 就来到这庄前 刚一进这个庄子口 一看在这个路的旁边 有一个饭店 齐国远一瞧 哎呦 这还真有个饭店 看来这庄子不小 这饭店呐 这间里面也不小 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个饭店门口 在一棵大树上挂着个簧 饭店门口挂着簧 一般是挂螺圈啊 什么小饭店呐 挂个罩里 趁着一个红布啊 也有的挂着酒旗 上面写着字啊 这个饭店挂着簧 跟哪个饭店的簧都不一样 大树上挂着一队铁锤 铁锤底下坠着两个红布条 这铁锤上边 这个写的是酒 那个写的是菜 齐国远一看 嘿 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啊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饭店门口怎么挂铁锤当幌子 行 我呀 就在这饭店吃饭 这是个普通的村子 说不定过了这个店 再没有下个店了 没有下个店 我这肚子受不了 齐国远甩动了 应该下了马 牵着江上 就跟饭店门口走来了 当他走到饭店门口窃进的时候 有他里边 急急忙忙跑出来一个小谭官 小谭官轻衣小貌 肩膀头搭着个白手劲 出来之后 冲着齐国远满面堆笑 哎呦 可爷 您吃饭吗 啊 吃饭 哎呦 这麻烦给您拴在树上 好 把我这麻先拴到树上 哎 你们这有草料吗 草料 后院有 把那个牲口槽子搬过来 把我这麻也背上 我吃饭 我这麻不能饿着 我还要急等着赶路呢 哎 好嘞 跑堂得先把齐国远 让到这饭店里头 齐国远一看 帮到闪祸饭神的时候呢 这屋子里边吃饭的 还一个人没有 齐国远又一想 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虽然说靠着大道 这是个小村子 哎 一般走路的 恐怕还得待会赶到这儿 才能吃饭 齐国远找张桌子就坐到这儿 跑堂子过来擦抹桌子 就问齐国远 可爷 您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齐国远说 你这地方都有什么好吃的 哎 我们这儿呢 山村野店 跟您说 要说好吃的 谈不上好吃 但是起码能够解饿 我们这儿呢 东西挺全 飞禽类的 什么鸡呀 鸭呀 鹅呀 猪啊 牛啊 羊啊 应有尽有 看您想吃什么 哎 根据你这个酒店里边 你这厨师拿手的东西 你给我叨咕叨咕 有什么我能吃的 要不您来一只清蒸鹅 能吃得了吗 清蒸鹅 清蒸鸭吧 哎 行 给您来一只清蒸鸭 行 您吃什么肉 越肥越好 给您来一红烧肘子 对 再给我搭配点素菜 来一坛好酒 啊 再给我来一盘子大饼 有吗 这都有 去准备一下 越快越好 我这肚子饿得只咕噜 哎 跑堂的下去了 外边呢 有人把那马槽子 也搬到了七国园那匹马的跟前 给他喂上草料 屋子里边 一会儿这菜就上了 菜上齐了之后 给齐国远搬过这酒坛子来 齐国远拿过一大碗来 这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 往大碗里边一倒 倒过来之后端起碗来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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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银那儿见 一碗酒喝完了 齐国远是连吃肉再吃鸭 哼 甩个腮帮子 打个套里尖 肚子也饿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走到这儿来 不在军营当中 好像也没有管药了 不错 吃得香 吃得美 完了之后就吃大饼 齐国远这大饼也吃完了 酒也喝足了 菜也吃得剩一半了 一出了肚子 打两个 觉得饱了 跑谈就过来 可以 您吃得怎么样 挺好 我们的菜口味行不行 可以 您吃饱了 饱了 您是不是还急等着上路 对呀 吃饱了之后我歇会儿 然后我就上路了 可以 那咱们结账啊 结账吧 哎 您等着 这跑谈一转身 给他算账去了 齐国远这工往自个身上就摸 嗯 哎 齐国远这个兜套套 那个头摸摸 坏了 昨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出来探阵 他娘的这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好 咱